海北市112学年度学生音乐比赛 在青少年发展季家庭教育中心举行 没有想到现在有家长反应 场地的动线跟规划可以说是状况摆出 好来看到电梯 电梯因为宽度不够 导致大型乐器是没有办法进入的 导致选手们无法搬自己的乐器上表演厅 最后只能够使用主办单位所提供的乐器 而对此教育局表示 相关问题已经做了因应 在未来选择场地时 也会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来评估 一早学生和家长忙着把乐器搬上乐器车 台北市112学年度学生音乐比赛本周登场 17号进行国中组赛事 但前一天的国小组却因为场地问题状况摆出 电梯只能放乐器 志工跟孩子不能坐电梯 全部都是爬楼梯到比赛会场 然后再陆续搬乐器 很不舒适啊 对我会觉得我这一次搞成这样子 让大家都很辛苦 货梯的容载量会有限这样子 那今天他们把他们调控的其实还蛮好的 所以相较起来并没有那么多问题 看看照片中门口堆满乐器 还有比赛组别在一旁等待 有参赛家长向台北市议员王敏生反映 因为受到场地限制就算比赛组别提早到场也不能先上楼只能在一旁等待 再看看这个电梯宽度不足大型乐器无法进入 导致选手无法搬自己的乐器上表演厅只能使用主办方提供的 除了桥地大小就连动线也有问题 学生在一楼从车上卸下乐器后到四楼放乐器再到六楼休息 但是调音室在五楼 最后他们要再到三楼比赛 家长无奈认为时间都在移动中浪费了 会区隔一块让比较大型的学校或下一个学校做一个等待去 议员有提文化局的几个场地是真的可行 我们也会来观察 由于比赛成绩攸关未来是否能参加全国大赛 教育局强调未来选择场地时将会邀请专家学者共同评估 就怕学生辛苦准备练习 最后却因为场地限制而影响比赛表现 借台北综合报导